大家好,欢迎来的X答案,我是徐太元 最近有一部刚上映的电影叫《第八个嫌疑人》 由大鹏、林家栋和张颂文等明星主演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根据一起真实的银行抢劫案改编而成 讲的是1995年在广东的潘渝县一家银行遭到了抢劫 被抢金额高达1500万 这期案件也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武装截超案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 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电影 为什么叫做《第八个嫌疑人》呢 其实在这一期案件中 主要参与作案的人只有7人 那么第八个嫌疑人究竟指的是谁呢 即使加上两名帮助凶手跑路的船夫 总人数也是9人而非8人 另外令人惊叹的是 在这期案件中 两名主犯作案后改名换姓 成功逃亡了长达21年之久 其中一名主犯因罹患重病 渴望在临终前能够看一看家人 于是决定到警局自首 而另一名主犯被抓捕时 已经成家立业 还育有三个女儿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起广东攀鱼 惊天大结案 故事发生在广东省的攀鱼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攀鱼县有一个易发电气商场 当时这个商场在全国都相当有名 每天涌入商场的人络绎不绝 而在这个商场的右侧 有一家农业银行 在1995年12月22号的一个上午 一辆运钞车照常停靠在了 这家农业银行的门口 就在工作人员正准备从车上 取出装有现金的保险箱时 突然出现了五名持枪的蒙面劫匪 当时这辆运钞车上 有两名押运员和一名司机 不幸的是 司机和其中一名押运员被劫匪击中 不过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一名押运员 由于当时坐在后排 没来及下车 就这样 运钞车连人带车一同被劫走 而被劫走的这辆运钞车里 有14个铁皮箱 里边装着人民币1320万 和港币241万元 整个抢劫过程 仅仅持续了两分钟 从作案时间来看 很明显 这些匪徒密谋已久 那么这些劫匪 后来是否如愿以偿地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些匪徒的背景 第一名主犯名叫陈循敏 1969年出生 10年26岁 是广东省阳山县人 他毕业于广州大学 主修桥梁设计专业 他的父亲是当时 公路局的一个干部 毕业后便凭借着家庭背景 成功承包了清源市 公路局下属的一家公司 并开展了多个项目 到了1994年年底 陈循敏的公司 年纯利润已达到了100万元 当时他已经被视为 成功商人中的佼佼者 第二名主犯 陈恩年 也就是后来主动自首的那一位 他出生于1970年 10年25岁 他与陈循敏不仅是发小 还是高中同学 同样来自于阳山县 然而陈恩年的人生轨迹 与陈循敏则不同 当陈循敏上大学 并着手创业时 陈恩年却选择了混社会 当陈循敏告诉陈恩年 自己的计划时 两人一派即合 当时陈恩年已经结婚 他和他的妻子 还在青莲镇附近 共同经营了一家小吃店 第三位关键人物 叫何伟光 出生于1970年 10年25岁 他与陈循敏是初中同学 后来何伟光去了 广东省建筑专科学校就读 何伟光来自一个 相对富裕的家庭 虽然比不上陈循敏 但他父亲从事的生业 年收入也在10万元以上 然而在1992年 他的家庭遭受到了巨大的变故 他的父亲因为卷入了一宗 沉船事故的官司而入狱 为了帮父亲打官司 何伟光放弃了学业 进入了社会 后来何伟光在陈循敏的公司 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凭借着在学校 学到的建筑知识 很快就赢得了陈循敏的赏识 再加上何伟光 对陈循敏的忠诚 很快就成为了 陈循敏得力的助手 陈循敏告诉何伟光 在改革开放初期 很多人都是通过 非法手段获取财富的 何伟光一听 很快就明白了陈循敏的意思 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 陈循敏说 他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 就这样 他们的犯罪团伙 随后又进来了四个人 分别是何永新 袁长荣 吴兆全 与何东海 而他们七人中 有两人受过高等教育 另外 还有四人曾服过兵役 而在这里面 特别需要介绍一下 何永新这个人物 因为他在整个抢劫计划中 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何永新曾在武装部队服役 退役后 被分配到了清源市建设银行 担任运钞车押运员 然而由于他沉迷于赌博 而欠下了巨额债务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陈循敏 陈循敏对于何永新 这个在银行工作的人 当然是不会错过 随便一点小恩小惠 很快就将何永新 纳入了自己的圈子 随后 这个由七人组成的团伙 开始密谋他们的抢劫计划 陈循敏建议 让何永新担任计划的主导者 因为他的银行担任过押运员 对运钞车押运流程非常熟悉 然而何永新表示 抢劫行动没有枪支是不行的 于是陈循敏联系到了一个 叫刘光的人 刘光曾担任某建设银行的保卫科科长 对于陈循敏来说 与这个职位上的人搞好关系 对以后的行动必然是有帮助的 所以很早之前 陈循敏就和刘光打好了关系 为日后的计划做足了准备 而刘光也一直受恩于陈循敏 在1991年 刘光还在担任保卫科科长的时候 从清远市的某个支行调取了五支 未经合法登记的五四式手枪 由于这些枪支没有合法手续 于是刘光就将它们储存在了保卫科的保险柜中 然而刘光在1994年8月份 因工作表现不佳而被免职 被调到了其他部门担任副科长 由于这些枪支未经合法登记 所以并未交接给其他人 则一直存放在保险柜中 除了刘光 没人知道这个事 因此在1995年8月份 陈循敏找到了刘光 声称自己做生意 需要枪支用于防身 陈循敏先是给了刘光五万元 并答应刘光 事成之后帮他走关系 恢复保卫科科长的职位 最终陈循敏从刘光那里 拿到了五支五四式手枪 在拿到枪之后 他们决定先找一家小银行链联手 于是在1995年10月25号 也就是潘于大捷案案发前的两个月 在陈循敏的远程指挥下 何宇光领头带着何东海和袁长荣 来到了清远市工商银行北门的储蓄所 这家分行规模娇小 安保相对薄弱 三人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 潜伏在后门等待时机 不久一名员工在输入密码准备进入时 门一开启 他们立即闯了进去 内部的人员还没来及反应 何宇光立即掏出枪支 开了一枪 镇住了在场的工作人员 何宇光强迫其中一名女营业员 打开保险柜 并抢走了15.8万元人民币和6.8万元港币 然后匆忙逃离了现场 这次行动让他们尝到了甜头 不过抢来的20万元 很快就被挥霍一空 于是陈循敏召集了团伙成员 并告诉了他们最新的计划 陈循敏说上次只是试水 而这次要干一票大的 然后他详细介绍了最新的计划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潘渝县的一家农业银行 之所以选择这家银行 是因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后 陈循敏发现这家银行每天的现金流非常充沛 许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存钱 而且这家银行还是运钞车的首个停靠站 运钞车会在这里卸下大部分现金 然后继续将现金分送到其他十几家银行 这就意味着运钞车到达这里时 携带的现金是最多的 而且根据内部的情报 这辆运钞车每次运钞的金额都在一两千万级别 在经过反复踩点后 他们确定了运钞车每天到达这家银行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左右 由于当时已经进入冬季 这个时间段路上的人车稀少 外部干扰几乎不存在 在确定了抢劫的目标和时间后 接下来讨论的就是逃跑路线 何有光提出 在抢劫成功后可以通过更换车辆的方案跑路 然而这个建议很快就遭到了团伙内其他成员的反对 因为临近年关 在那个年代路上经常有车匪和路坝拦路劫财 通过陆地跑路恐怕会遇到很多麻烦 最终陈寻敏拍板从水路逃跑 并委派袁长荣负责寻找一艘合适的船只 袁长荣找到了自己的两位表兄弟 温石齐和温玉坤 以及一艘杨基397号船只 作为他们的逃跑工具 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后 他们决定在12月22号实施行动 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 何伟光带着何永新 袁长荣 何东海和吴兆全五人来到了广州 并在距离攀于20公里外的一家酒店住下 与此同时 陈寻敏和陈恩年搭乘船只停靠在乌州渡口码头附近 远程指挥并准备接应 此外 船上还有一对表兄弟温石齐和温玉坤 两人负责驾驶船只 第二天的行动进行的比预期要顺利 仅用了两分钟就成功劫持了运钞车 同时还劫持了一名押运员作为人质 在这次行动中 他们共抢了约1500万现金 还有两只押运员的手枪 何伟光等人完成任务后 立即驾驶运钞车前往乌州渡口码头 与等待接应的陈寻敏和陈恩年会合 然后将运钞车上的现金迅速搬上 扬机397号船 并通过水路逃离 而陈寻敏则按照计划 独自驾驶运钞车离开 并找地方抛弃运钞车 以制造他们通过陆地逃跑的假象 随后团和成员在清远市会合 警方后来在轮轿镇辖石工业区 发现了被遗弃的运钞车 车内的押运员身中四枪死亡 车上还有约200万元人民币 和一支五四式手枪 而另一边从水路逃离的何伟光 发现自己的手枪不见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大势不好 原来他在搬运钞票时 将手枪落在了运钞车上 后来警方也正式通过这支 遗落的五四式手枪 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当陈勋敏一个人处理好运钞车后 便准备前往清远与大家会合 但他发现清远到处都是警察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情况 他迅速返回了广州华都区 在逃亡的过程中 他接到了何伟光的电话 这才得知手枪落在了运钞车上 陈勋敏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因为他知道手枪都有编号 通过编号警方可以追踪到 建航前保卫科科长刘光 刘光很有可能会供出他与何永新 何伟光等人 于是他立即联系了发小陈恩年 向他简要描述了情况的严重性 然后两人商定了汇河地点 并踏上了逃亡之路 陈恩年等六人搭乘阳机397号船 走水路北上清远 当船行至北江汇河口附近时 陈恩年独自下了船 并携带了约200万前往花都与陈勋敏会合 其他五名主犯则随后抵达了清连码头 与此同时警方这边如陈勋敏所想的一样 警员根据遗留在运钞车上的枪支 开始逐步展开调查 很快他们便追踪到了刘光 怀疑他与枪支有关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审讯 刘光交代了 在同年的五月份 他与建航前运钞员何永新 一同从清远市建航的保险柜里 盗走了这批枪支 并将它交给了清远市的建筑包工头 何伟光保管 在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后 他们立即展开了对何伟光 何永新两人的调查 警方发现何永新于12月15号至23号请假 去向不明 而何伟光也在案发前突然消失 两人的失踪时间正好与 攀虞大结案的时间吻合 案情进展到这一步 警方基本上可以确定 抢劫运钞车的犯罪嫌疑人 至少包括何永新和何伟光两人 接下来便是抓捕行动 作案的七个人 他们分成了三组进行跑路 首先是何伟光 何永新和吴兆全 他们三人一组跑路 而何东海和袁长荣 他们两人一组跑路 最后是陈徐敏和陈恩年 两人一组跑路 案发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12月23号 何伟光 何永新和吴兆全三人 租了一艘快艇 前往了阳山县老家 在阳山县 何伟光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妹妹 并给了他20万 让妹妹帮忙找两个当地的货车司机 把他们送到广西滕县 他们之所以去滕县 是因为吴兆全的老家在那里 在找到货车和司机后 何伟光等人买了200多枪饼干 并将400万现金藏在了饼干箱中 在案发后的第五天 他们到达了滕县的太平镇 在滕县 何伟光以为风头已经平息了 当晚便进了一家按摩院 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位 名叫蓝思芳的女子 两人迅速建立了亲近的关系 甚至一起去逛街 在一家商店里 蓝思芳看中了一件衣服 要价3000元 对于何伟光来说 这只是小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那件衣服 并额外购买了一双价值2000多元的鞋子 从那一刻起 蓝思芳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何伟光的逃亡之路 因为滕县是吴兆全的故乡 吴兆全想在家里多陪陪家人 也打算留一部分钱在家里 毕竟接下来他们要亡命天涯了 回家的机会渺茫 所以他们四人商议后 决定何伟光 何伟心 以及蓝思芳 先行前往柳州 因为柳州是蓝思芳的老家 吴兆全则随后加入他们 于是在1995年12月26号的上午十点 何伟光 何伟心 蓝思芳三人 告别了吴兆全前往了柳州 于此同时 警方也展开了对何伟光的调查 何伟光 阳山县青莲镇人 家中仅有一个妹妹 警方很快便找到了何伟光的妹妹 并在她的住所里 找到了何伟光留下的赃款 妹妹得知哥哥已经暴露后 便主动向警方提供了 哥哥的逃跑路线 警方根据妹妹提供的线索 一路追到了广西藤县 并动用了大量的警力 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在调查过程中 一名女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个 关键的线索 他指出几天前 他曾载过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由于这三人的着装过于时尚 与当地的居民明显不同 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通过照片对比后 警方确定了 三人中两名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不过到了滕县 三人的线索就断了 并不知道他们下一站去了哪里 当时专案组分析 劫匪在获得巨款后 必定是吃喝玩乐 而广西的旅游景点中 柳州桂林必然少不了 所以警方怀疑 逃犯有可能前往柳州或桂林 因此警方随后便来到了柳州 1996年元旦那一天 柳州一家按摩店老板主动向警方报案 称他的店里曾接待过何伟光 何永心两名嫌疑人 并称店里一位名叫刘灵佳的服务员 接待了他们 随后警方联系到了刘灵佳 在看了两人的照片后 刘灵佳说确实接待过何伟光 何永心两人 更重要的是 刘女士向警方透露了 与他们同行的另一名女子叫做蓝思芳 因为蓝思芳本就是柳州人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她 蓝思芳向警方透露 他与何伟光两人关系密切 还与两人提供了躲藏地点 在蓝思芳的协助下 警方于1月2号成功逮捕了何伟光 何永心两人 并收获了大量赃款 随着这两名嫌疑人的被捕 警方也成功逮捕了吴兆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何东海与袁长荣这一组的情况 这两人分赃后 首先在阳山县躲了三天 随后每人找了一个女伴 但他们认为 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安全 于是各自带着女伴 返回了自己的家乡青莲镇 他们首先来到了袁长荣的家 袁长荣先是委托姐姐带路前往了后山 在后山找了一个山洞 将赃款埋在了里边 接下来他们又前往了何东海的家 何东海拿出了70万给了他的养父 随后何东海来到了自家祖坟 把祖坟给挖开了 将大部分赃款都埋在了里边 最后这四人步行进入了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小村庄 他们以为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绝 警方很难找到他们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没多久这个村子里就有人前往了当地警局报警 报警人称他们的村庄平时很少有陌生人前来 但这几天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 声称要在他家里借宿几天 而且这些陌生人的脾气很大 要吃要喝 并且其中一人身上还带着枪支 接到这一举报后 警方立即采取行动 乘船前往了青莲镇 警员们很快便在新碑村的一座民宅阁楼内 发现了两名闲人的藏匿点 面对警方的包围 这两人试图进行反抗 但最终还是被制服 当晚警方便将他们从水路押回 并在两人的带领下 从祖坟以及山洞中找到了藏匿的赃款 就这样何东海和袁长荣也相继落网 1996年2月份 广州市中院一审宣判 何伟光 何永新 袁长荣 吴兆全 何东海五人死刑 同年3月份 广东省高院维持了原审的终审决定 核准了这五名罪犯的死刑判决 并立即执行 而那两位负责开传的表兄弟 温时奇和温玉坤 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至此犯罪团伙中 仅剩下陈寻敏和陈恩年两人在逃 陈寻敏和陈恩年最初先是逃往了缅甸 但由于担心在一个地方逗留过久不安全 他们开始在东南亚多个国家之间流窜 然而由于他们的身份 他们一直不敢外出工作或经商 数年后他们耗尽了手头的数百万 在面临着生计压力的情况下 两人最终决定回国 陈寻敏和陈恩年乘坐火车和汽车 穿越广州福建广西海南等地 最终定居在了广西 然而他们仍然不敢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 也不敢透露个人信息 到了1997年他们来到了云南瑞丽 陈寻敏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后来陈寻敏以假名莫义智的身份认识了当地的女子杨文娟 陈寻敏告诉杨文娟说自己是孤儿 生于1972年老家在广西 后来陈寻敏和杨文娟成为夫妻并育有三个女儿 他们在云南瑞丽的建材市场开了一家小店铺 生活逐渐变得富足 但为了不引人注目 陈寻敏一直控制着店铺的规模 与此同时 陈恩年化名为陈海强 以陈寻敏远房亲戚的身份一直跟着陈寻敏 虽然他们同在瑞丽 但他们并没有频繁接触 陈恩年最后一次去找陈寻敏 是在2016年11月份 尽管遣到了21年 陈恩年一直未能重新组建家庭 或许是因为想念老家的发妻 与此同时 他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 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他极其渴望见一见自己的家人 于是他不顾陈寻敏的反对 在2016年12月25号 陈恩年一脸憔悴的前往了云南瑞丽市警察局 一开始警察以为他是来报案的 但他却声称自己是来自首的 称自己就是21年前 潘与大吉案的逃犯陈恩年 尽管陈恩年自首了 但他并没有透露陈寻敏的下落 然而他的自首却让警方认为 陈寻敏有可能也在瑞丽藏身 经过大量的大数据分析 调查和线索收集 潘与警方最终锁定了陈寻敏在瑞丽的位置 2017年1月5号下午 专案组民警在云南瑞丽市某建材市场成功逮捕了陈寻敏 当时他的容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1年后他再次回到了广州潘与 但这一次是在广州警察的压界下 至此1995年 潘与大结案的最后一名嫌疑人终于落网 然而陈寻敏在瑞丽的妻子和女儿 对于陈寻敏的身份感到难以接受 他周围的邻居也感到难以置信 因为平时的陈寻敏看上去老实本分 从不与人发生争执 而对于妻子的父母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孝蜀 2018年陈寻敏被判处死刑 换妻两年之刑 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受个人全部财产 陈寻敏由于自首和认罪态度良好 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成为了潘与大结案中 唯一没有被判死刑的主犯 回顾陈寻敏的一生 他是90年代的大学生 拥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和可观的收入 然而因为一时的冲动 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对于陈寻敏来说 或许他也一直在等待着被捕的那一刻 在被捕时他告诉警员 最近我的心一直跳得很厉害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陈寻敏完美地隐藏了长达21年 即使是他的妻子 女儿和邻居都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可见人心有多么的复杂 而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电影 名叫第八个嫌疑人 明明是七人的作案团伙 但导演却提到了第八个人 或许这是在提醒我们 第八个人可能一直隐藏在黑暗中 就像陈寻敏这21年 从人性的黑暗一面来看 这第八个人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因为一旦我们在黑暗中触碰到了红线 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伪装自己 隐藏自己的丑陋 从而终日活在烈日灼心般的恐惧之中 最后也提醒各位 井中长明 甚中如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聆听他人故事 体悟你我人生 我是徐探元 我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